欢迎访问你的Schoology家长界面 在家长界面里你可以首先查看你最近的动态 在这里你可以看到有关你自己 你所选的课程 你所属的小组 以及其他群的信息状态更新 你还可以查看按时间顺序排列的需要做的作业 重要的截止日期和日历事件 在这里你可以自定义你的个人资料 你可以添加图片并将个人信息添加到你的个人资料中供其他人查看 你的课程仪板表将你的所有课程列为一个个的板块 你可以拖拽这些课程板块对它们重新排序 在课程仪表板中你可以单击任何课程 并直接转到这个课程的页 通过单击右上角你姓名旁边的箭头 你可以查看任何关联的学生账户 这个下拉菜单中的勾选标记表明你当前位于哪个账户 如果要更改设置 请单击下拉菜单中的设置 在账户设置一栏 单击通知选项卡 你自定义通知设置 要返回家长界面主页 请单击你的姓名 在这里你将看到一个搜索图标 搜索允许你在Schoology中找到课程小组和其他用户 你还有个日历的图标帮助显示来自你的课程小组和群里的日程安排 这个信封是你的消息图标 消息允许你与其他BCPS Schoology用户通信 这个铃铛将标记你的新通知 每当有人向你发送消息 想要加你为联系人或者其他与你的课程或小组相关的事情时 这里都会显示有新通知 你可以在设置里设定新通知的内容 你可以通过顶部导航栏访问课程小组和资源板块 课程板块显示你注册的所有课程 小组板块显示你加入的所有小组 资源板块是创建、查看、编辑和管理所有教学资源的地方